各位好,上期节目我们去了解了罗素的外在关系说 外在关系说不仅仅是为了反对新黑格尔主义的内在关系说 更重要的一点也是罗素为关系的逻辑奠定哲学的基础 因为罗素哲学有一个总的特点 就是运用逻辑的方法来分析语言 而对关系的分析就需要用一套逻辑的方法 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一套理想的人工语言 来澄清日常语言带来的困扰 以达到对哲学问题的回答 内在关系说是罗素早期提出的思想 后来罗素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 这是最能代表罗素哲学精神的理论体系了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介绍逻辑原子主义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 那就是逻辑原子主义和外在关系说是密不可分的 上期已经讲到 外在关系说其实是提出了一种方法 这个世界不再是单一的世界 不再是一元的 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世界是由各种要素各种事实共同组成的 想想看这其中是不是已经蕴含着罗素看待世界的一种方法呢 把一个大的总的事物拆分为更小的部分 更小的元素 然后再继续拆分为更小的单位 而各种要素各种单位之间是独立的 彼此的关系也是独立的 好 外在关系说要表达的就到此为止了 罗素在其中已经运用了一种逻辑的构造方法 就是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事物 然后再分解 可以说这是一种前提 基于了这种方法的前提下 再去考察 简单的东西和复杂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简单的东西是如何构造出复杂的事物出来的 复杂的事物又为什么能够拆分出更为简单的东西出来 那这个过程就是逻辑的分析了 去找到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 内在的逻辑性是什么 正是因为逻辑性 才使得各个要素之间能够复合在一起 那么如何找到呢 罗素的方法是通过对语言的分析 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 来找到这其中的逻辑关联是什么 这也正是逻辑原子主义所要倡导的 分析哲学中的这个分析的方法 就是体现在把一个复杂的东西拆解为简单的东西 然后再用这些简单的东西 看看如何构造出复杂的东西 只不过分析哲学的对象不是世界的事物 而是语言层面 对语言进行拆解 然后找到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但这时你也许要问了 刚刚从外在关系说 我们谈到了多元的世界观问题 要通过逻辑的分析找到各要素之间的关联 而罗素想达到这个目的 则是通过对语言的分析 这是为什么呢 两点 第一 语言是唯一能表达世界 表达思想的方式 这一点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强调过了 尽管很多人会认为 除了语言之外 比如绘画作品啊 雕塑作品啊 舞蹈作品啊等等 这些也能表达思想 但我们要注意 绘画作品表达思想没错 但通过什么来显现思想呢 通过语言来显现的 当你说出这幅画画了什么 传递出什么样的情感 或者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揭示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深刻的道理时 你通过什么去表达你的想法呢 通过语言 甚至你在脑海中形成的对这幅画的体会 也是以语言的形式形成的 以语言的形式显现的 而不是其他 所以语言是表达思想 表达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的 唯一的方式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知道 罗素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什么 语言图示论嘛 语言和世界是具有同构性的 语言和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实之间 有某种关联 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示论 我们后面会详细再讲到 那么在罗素这里 也是这样认为 语言和世界之间具有一种同构性 也就是说 语句和事实之间存在结构上的一致性 我们搞清楚了语言的结构问题 就可以搞清楚世界的结构问题了 通过对语言逻辑的分析 就可以达到对世界的了解 好 基于以上两点 这就是为什么罗素能够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 从而找到关于世界的逻辑结构 那么接下来就要去分析一下 罗素认为的这个语言的结构是什么 该如何对语言进行逻辑的分析 这就是逻辑原子主义的理论了 同样对语言的分析 也是要采取逻辑分析的方法 从逻辑上去拆分 去还原 去找到语言中那个最小的单位是什么 然后这个最小的单位 又是如何构建出复杂的语言单元的 基于这样的方法 罗素建立了一套语言的命题系统 这套系统和世界又有着一一的对应关系 在罗素看来 语言中那个最小的单元是原子命题 就如同在世界中 构成世界的最小的要素是简单事实 或者说原子事实一样 这两者是一一对应的 原子命题对应原子事实 原子命题就是对原子事实的描述 事实是什么 就是事物具有的某种性质 或者说具有的某种关系的一种描述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天空是蓝色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因为它说的是天空具有的一种性质 这是一个原子事实 而对应在语言中呢 就是原子命题了 这个命题描述的是 现实世界里关于天空的性质 那如何判断这个原子命题的真假呢 就取决于这句话和事实是不是相符合 好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最简单的那个元素 原子命题和原子事实 但我们知道 世界是复杂的 是各种原子事实通过一定的关联组合在一起构造而成的 那么原子事实附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什么 复杂事实 对应在语言中呢 就是分子命题 分子命题就是原子命题通过 逻辑推演 构造出来的一种复杂的命题形式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 太阳照射大地 大地变暖 这就是一个复杂事实了 这句话在语言中就叫分子命题 那为什么这两个最简单的事实放在一起 就能够构造出一个复杂的事实呢 就是因为 这两个简单的事实有某种逻辑关系 比如 这个例子当中 就有一种因果关系在里面 因为太阳照射大地 所以大地变温暖了 那么在语言中 原子命题借助一些逻辑连接词 比如 因为 所以 如果 那么 这样的词 就构成了分子命题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来理解 分子命题 其实就是多个原子命题复合而成的 那这么多原子命题 怎样复合在一起呢 要有逻辑的复合 通过一些逻辑连接词 复合在一起 从而构成了分子命题 分子命题 蕴含了各个原子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好 以上就是对逻辑原子主义 做的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 换句话说 就是把语言的结构 和世界的结构 一一对应起来 去找到那个最基本的构成要素 然后再看这些基本的构成要素 是如何从简单事实推出复杂事实的 复杂事实是怎样分解为简单事实的 原子命题能不能推导出分子命题 分子命题和原子命题之间的 命题含向关系是什么 这个过程的梳理 就运用到逻辑的分析方法 找到不同项之间的逻辑关联 好 讲到这里 我们对逻辑原子主义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跟了解了 如果我们再往深里去挖掘 其实还有两点需要跟大家强调 一个就是对逻辑原子中的这个原子的理解 这个原子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原子呢 是物理意义上的吗 还是逻辑意义上的 第二点就是对事物和事实 命题和词之间的区分 因为刚刚也说到了 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要素是事实 那为什么不是事物呢 构成语言的最基本的要素是命题 而不是具体的名称或者词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下期节目 我们将对这两个问题 为大家做深一步的解答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逻辑原子主义可能稍微有一点烧脑 大家还需要仔细消化一下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见 感谢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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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听